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是两款烧水壶的大笔拼 那这两个呢 一个是Cusiner的牌子 那这个牌子呢就是在美国蛮 popular 它最早以前出过一种那种不锈钢的烧水壶 那个样子没有这个这么漂亮 但我看到这一款这么漂亮的时候 我就毫不犹豫的买了回来 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北顶 北顶的话是Buy Din 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设计啊 和我用下来的感觉都很不错 是我一个比较信任的牌子 所以今天两款来做一个大笔拼 那第一个呢就是大小 它们大小的话绝对是这一款比较小 这一款比较大 然后我们来一个360度的旋转 看一看 嗚噗 要喷车了 好 现在先让一下 然后转过来 因为这款现在有点热 所以我手真的还不太敢碰它 然后这款热水已经被我喝关了 好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们的盖子呢是这样子的 它两个都有一个盖子 然后拿起来呢都是要稍微要转一下 这款我是比较啪啪的 因为它里面比较热嘛 所以我就开的时候会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并不是说它比较难打开 或者怎么样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们盖上去 就它们打开盖子和关盖子的时候 都是会有 都稍微要弄一下 不是那么容易打开的 不然的话呢 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难选择 因为这款呢它的颜色啊什么也很漂亮 然后这款呢它真的就是极简和精美分 就是很很干净很简洁的 那这两款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呢 除了它的size大小的话 有几点哈 第一个就是它出口 它这款的出口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出的 就水的话是从这个地方直接倒出来 那比如说我给大家弄一个示范哈 就是一个杯子 杯子里面也是有水的 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倒 那这一款呢 它有这个小胡子里面现在是有水 我觉得它倒的时候会比较 让我觉得放心啦 这个人感觉不一样 所以这一款的这个 倒水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觉更safe这一点呢 cusina 胜出来 那胜利 下一款不同的呢 就是它们的煮水的按钮 那每一款它都是有一个胡声 和下面的一个这个烧水器 你要把它对上去 那这款呢 你要让它烧的时候是这样子 你就直接把它对上去 你就直接放进去 以后呢你要烧它 你就直接把它往下按 然后它这里灯会亮起来 然后煮好它自己会上来 就是很简单 我觉得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 就是它们已经用光了 可能很简单很简单的那种 不用太多有小电脑啊 微信电脑里面在里面控制的 不用有太麻烦的东西 所以一按下去呢 它自动跳下来 就傻瓜式 非常就是非常简单的 有点类似大同电锅的 电饭锅的那种 或者就是煮米的电饭锅 它自己你按一下好 它就开始煮 然后它自己煮好 自己就跳上来就好了 这是这一款我喜欢的地方 买礼物送给家里的长辈 或者家里要 嗯就是长辈烧水啊 他们需要的话 我会选择这一款 就是因为它操作非常简单 那这一款呢 它组东西的方式呢 就是看下面这个 小控制台 大家看到没有 那个是放进去 可是呢 它这里有好几个按钮 那就把这个长按了以后呢 现在没有弄电进去 为了安全起见 那现在就把它长按了以后 它自己就会烧 然后呢 这款还有加温度 减温度 然后还有个提示告诉你 现在已经温度 比如说你要212F 然后它会说现在水温是多少呢 然后就有点像养生杯那种感觉 然后80度你会看到它 85、90、100、110 然后一点点的烧上去就很快 然后但是你会看得到 所以这款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 这款比较适合年轻的 嗯对这些 不介意就按钮比较多 然后也选择比较多 比如说你可以让它 不要烧到212F 你想要它第一年 这里就有一些 呃按钮可以调节 所以比较适合这种年轻的家庭 那Design上面呢 这款比较适合就是 极简分 然后这款呢也蛮漂亮的 我觉得放在厨房里面 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的话 其实我两种都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如果说一定要选择说 只能说二选一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一款 给我自己用 因为呢在倒水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安全 然后这些控制 有时候如果我水不想它 不需要那么热 我喜欢说 哎冷一点 或者第二次加热的时候 泡一下茶就好的话 我可以自己去选择水温 然后如果是给我的长辈 家里的长辈啊 家里老人买的话 我就会选择这一款 就是因为水加进去一按 然后不要管它 自己跳上来就好 然后它水烧开的时候 这款是跳上来 那这一款它会发出 这个嗶 嗶 嗶的三个声音提醒你 那如果说这款 你在另外一个房间 你可能就不知道 你会听不到 你只能就是说去倒 你就可能 本来是想说 哦水开了 然后把这个开水拿去 倒到汤里也好啊 或者喝啊也好 你可能会忘记了 那这款声音就会让你知道 哦已经开了 所以你会过来 该放到汤里 倒到汤里 该用它消毒 用它消毒 该喝就喝 所以就这就是 这两款的几个不同 我觉得各有各的缺优点 所以看每一个群主 喜欢的是哪一种 好吧 那今天这个比较 两款烧水壶的视频 就做到这里 大家呢 如果看到这里 还没帮我点一个like的话 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呢 会对我的整个频道 有很大的帮助 我就会给我更大的 能量 或者给我更大的努力 去做更多新的视频 出来给大家 好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在留言栏里面留言 还有就是我的信息栏里面 大家最喜欢问我的问题 平时就啊 Liz能不能告诉我 最喜欢的 你最喜欢擦脸酸是什么啊 Liz能不能告诉我 你最喜欢整理的那些 organizer是什么啊 你最喜欢的船架是什么 家具是什么 大家最经常问我 都是这些问题 其实我都已经列了一个表格 在我信息栏里面 大家可以欢迎去看 去看了以后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或者你觉得 诶那个可以 这一种种类是更好的 你也可以告诉我 因为我一般就是说 大家问我 诶你最喜欢的烧开水 养生糊是哪一个 我就一般给一到两个的选择 一个是性价比比较高 还有一个就是质量比较好 我个人比较喜欢 那如果说 如果说大家有更好的选择 或者更new的model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可以出视频给大家 好 那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